原标题 元旦起源于埃及 早期的元旦起始为农历的第一天最早的元旦 来自埃及 在公元前五千年左右 古埃及人以由油木改为农耕 定居在尼罗河两岸 他们的农业收成与尼罗河是否泛滥有很大关系 古埃及人从长期的观察中发现 尼罗河泛滥的时间是有规律的 他们就把这个时间每次都记录在竹竿上 从中得知两次泛滥十四之间 大约相隔365天 同时还发现 当尼罗河出场的潮头 来到今天开罗城附近的时候 也正好是太阳与天狼星同时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 于是古埃及人便把这一天定为一年的开始 这便是元旦的由来 这是古埃及出现较早的历法 并结合星象 特别是天狼星的季节变化进行优化 后者的变化周期是恒星年 可近似视作是回归年长 之间相差只是十来分钟 但由于太阴历的年长与回归年不同约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之后该例 法被政治活动逐渐废弃 极少鉴于历史文献中的纪念 使用于宗教性的事物 同时 埃及人也依据其余季节的关系指导生产 在埃及人创造元旦之后的一千多年时间后 伟大的华夏民族才创立了元旦 不过是农历的元旦 顺帝创元旦 其实是农历第一天传说 在四千多年前 远古的姚顺盛世之时 姚天子在位时 秦政于名为百姓办了很多好事 很受广大百姓爱戴 但因其子污才不太成器 他没把天子的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 而是传给了品德才能兼备的顺 姚对顺说 你今后一定要把地位传交好 待我死后也可安心瞑目了 后来人们把姚死后 顺帝祭祀天帝和先帝姚的那一天 当作一年的开始之日 把正月初一称为元旦或元正 这就是古代的元旦 等到传到大雨的时候 中国的元旦又一分为三 夏朝的夏立以孟喜月元旦为正月 商朝的阴历也 腊月十二月为正月 周朝的朱立以冬月十一月为正月 以上一个是国外的发明 一个是中国上古的改进 夏边这位创造的元旦 其实跟我们关系最大 皇帝纪元中山先生定元旦言至今日 一九一二年的元旦是农历人子年的十一月十三日 这一天 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 即通告全国中华民国改用阳历 以皇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今有各省代表团一决 由本总统搬行 就任当日 孙中山先生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 通告海陆军将士文两个重要文件 提出了和汉 满 蒙 回 藏朱地为一国 即和汉 满 蒙 回 藏诸族为一人的民族统一主张 和领土统一 军政统一 内治统一 财政统一 等大正方针 表达了尽扫专制之流毒 确定共和 以达革命之宗旨 完国民之志愿的决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